有关上海市户口管理新政策中 规定海外定居者需注销上海户口一事 一时引起热议 也让生活在海外的上海籍人士担心 因为这不仅仅是取消户口的问题 许多侨胞在海外定居前 在上海有工作 有房产 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前 上海市公安局发布消息 对在此之前的消息进行澄清 针对这一事件 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给出了分析 上海的公安局又出来 对这一条之前的网上的消息进行了澄清 原则上就是说 因为现在中国正在制定新的出境法律 在出境法律出台之前 还有一个充分酝酿的立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对所谓永久居民和永久在海外居住的定义 你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有法律的这个法源 所以上海公安局也就从善如流 那么暂时就不会来取消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永久居民 如果你拿到了比如说绿卡和永久居民的资格 就要取消你户口的这样的一个条款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入了外国籍了 那么这个条款依然其实还是有效的 实际上这个法律本身呢 它不是一个新的法律 那么中国在很早以前 其实就有类似的法律 只不过呢 就是从各地的实际的执行的层面来说 那确实就是对是否在海外永久的居留 那么这个问题呢 确实中国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的定义 那么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其实也凸显了 就是中国随着自己的这个国力的越来越强大 那么中国其实跟其他国家相比啊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资源 就是海外有五六千万的海外侨胞 那么他们跟中国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当中有可能是入籍的 有可能是永久居民 有可能是留学生等等 所以说确实呢 也呼唤这个新的法律的这个出台 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上海 这个领导层呢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始终是在强调 就是上海呢 是一个开放的上海 那么上海未来的这个 在国际上的这个 如果要使自己处于比较领先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地位 更重要的是竞争人才 也就是怎么样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而不仅仅是吸引到人口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反映了 就是上海这个领导层 对这个上海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期许 其实如果你看美国 看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先进国家 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 那么他们在这个竞争人才的方面 其实也都有很多的考量 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提出来 就是要对美国的现行的移民制度 也要提出改革 就是把以前的更多的用于 比如说家庭团聚的移民的配额 要逐渐地变成以吸引人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当然这个在美国 因为有美国的国情 那么它执行和推动起来 也不是一出而就的 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相信中国随着上海的这一次的改变 那么也许未来其他的省市 也可以逐渐地跟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汲取各种的经验 包括国外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那么使得中国未来的绿卡政策 中国未来的移民政策 包括这次两会以后 中国也要决定单独成立一个移民管理局 我觉得这个 其实海外的侨胞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让国内的立法的部门 能够了解这个海外侨胞 说出国家的不同的这个民情 然后呢 以及海外侨胞的不同的诉求